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老罗想带我去体验 就是放牧游牧 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动 可以说是骑着马去赶马 然后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一根套马杆 但其实我现在内心非常紧张 我期待因为这个套马杆真的好重 那一会儿我要拿这个杆去赶马 说赶好好多公里 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下来 我们现在去找老罗 老罗在马场等我们 这是咱们营地 我们从这儿行进 把这家里的马群往山上赶 然后赶到一个地点之后 我们把它稳定下来 再去找另外一群马 一群马应该是分散的 分散在不同的点 我把它们收拢齐了 合拢到一起 再放牧到一个草比较旺盛的羊面 便于它彩石 行 那我们一会儿赶马怎么赶呢 赶马是这样 目前就是你在左我在右 你来负责把整个马群向前推进 我们俩的任务是保证马群 稳定的向一个方向发展 前面这个绳是干啥的 这绳是套马用的 这真是套马杆 我今天是不是套马的汉子 你告诉我 今天你可以是套马的汉子 真是套马的汉子 只是不见得能套到马 但是可以比划一下 我觉得咱们今天就赶马行吗 对对对 今天我只是咱们介绍一下 咱们套马可能就进行不太了 一旦我们套了之后 它会一直牵着你走 你的机器连什么 我就不是是马套我 不是我套马 那也不是 就是它可能会拉着你走 允许你钓钓钓 大不了不行就扔吧 对对对不行就扔钓的 行行我已经开始紧张了 走吧 我在赶马 赶马马群 家里的马群和山上的马群会合 走吧 慢一点 不着急开始要稳 我今天真的在赶马 赶马群要稳定 现在稳定 不要着急快跑 快跑是没用的 这会快跑马就乱了 对吧 先慢下也稳住 咱们往哪个方向赶呢 我们先让它到草地上 正北赶 太爽了哥 过瘾吧 就是手一直没有休息的地方 让你缓一缓来 你叫我后边揉缓一缓 让马 让马他自然往前揉 咱来缓一缓 挺爽 好 太爽了 我已经累了 我汗都湿透了 对这回你热了 一会我们还有任务呢 还有啥任务 这个相对来讲简单 在我们视线范围内 这个就是13匹 一会我希望你能 你独立找到另外17匹 还有17匹 对 对对 因为我们要让它会合 马群马 马群就是不断的分散和组合 一会我们找的时候 在那个区域 它的栖息地区域 你就瞄着它脚印 去找马 这太高街了 这不是闹着玩的 朋友们 哈哈哈哈 好 上上左边这条路 趁着桥洞进去 让它进桥洞 退一点 是这样的 让它进去 对 好 小心往左 有兵 好 你要让我走走 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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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回去 去 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下一个任务了 啥任务 就是我们把那14匹马收进去 哎呦太舌太狠了 哈哈 帽子也掉了 现在马上已经到我们的目的了 是吧 再有个几百米吧 行 已经开始搜寻下另外17匹了 还有另外17匹了 这个我只观察 完全交给你 完全交给我 完全交给你 我们运气还不错 下面你看下面有一些 已经在那了是吗 我们还差3匹的任务 今天好像任务好像容易了 还差3匹就救救 但是往往一匹你也要找一天 我们先把这个收拢 好嘞 现在山下的马也就赶到山上了 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山上的马 跟山上的马汇合一下 现在我们面前的 这台机器看见的就是现在 山上剩下的那几匹马 我们现在要去赶这几匹马了 我去那边赶他们 对 哎 朋友你们看见了吗 他所有的马 都汇集在一块了 走了 来 我们到个高点看一眼 好 现在你可以用你第一天找刨的那个眼神 往北看 看你能不能找着马 因为现在我已经看到那个马了 往北看 对往北 我咋没看见呢 手里得看嘛 你找刨的眼神 你看嘛 找一下 对 因为第一天我们看到刨的时候是你先发现的 我觉得你眼力没问题 我眼力是没问题 我先找一找 那个树下是不是有一匹白色的 这三匹还在一块呢 在一个小树旁边 左边有两匹右边有一匹 我这眼力还可以 可以 远处看见一小点 近看了才成马 对 我已经看一匹了 看见一匹 看一匹什么颜色的 应该是红色黑棕毛的 然后山上 那是个树还是草丛 有时候应该有一匹白色的 我看见了 然后应该那就是一块白雪 那是个块白雪吗 那就是三匹哥 那匹白马 那是匹白马 那不是雪 左边一匹棕色土黄色黑毛的 中间一匹白色的 右边树后一匹红色黑毛的 全了 对 现在你找全了 现在找全了吗 对 现在找全了 哎呦我的天 来的 左边一匹土黄色 马在你的套马杆掌控范围内的 可以可以 现在只要鱼回到它的后方 把它跟刚才的27匹马 汇合到一起 我们就胜利了 对 哎呀 正好他们三个凑在了一块 不知道我们今天不知道得找到什么时候 我们再越过这个山梁 就看到另外一匹了 现在我们要把这三匹赶回马圈 我现在要稍微超过谈位一点点 到他们前面一点 把他们往回赶 看到没有 把他们几个往回赶 好 回家宝贝们 去 回家了 呜 对 这么多 怎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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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个牧民依然这么快乐 成功了 哥 一会我们沿着这平滩 往前把马赶到草好的地点 我真的感觉我回归大自然了 我好开心 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个牧民 他们一直想往草丛里钻 然后我们就一直控制方向 然后把他们从树丛里赶出来 随时根据他们的举动 做出不一样的应变 对 真的好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你后来冲出去把树林 它的退路给截断了 非常的快 咱们去北边的草场 好 上 走 我们赶得很走 没有钓堆的马 走 右边 右边 走住 右边 走 你把他拉着我 走 走 上山 走 现在我们要把马赶到有食物的草场 现在已经快到山上了 山上就是他们最合适的向阳的坡 因为向阳的坡的草就比较多比较好 走 走 到草场了朋友们 到草场了 草场 是不是就对了哥 对 那马怎么跑往前走了 没事 现在马群已经跑回去吃草了 太累了 我真的这位置都没有体验过这么寒暢淋漓的事情 这种爽快感和畅快感只有在我骑车的时候 就是那种大重坡的时候才有 我太刺激太解压了哥 太解压 刚刚真的全神贯注 什么都不想 我就想着我要把我的马赶到马群之中 然后要把马群赶到草场 赶到要去赶的方向 但是本来以为做不到 但最后也成功了 没有想到蕾蕾能追逐这么紧密 所以中间我的肝子断了 你肝断了哥 蕾蕾完成了主要的分散马群的聚集 确实没想到你第一次有点这么准 你还得感谢一下你坐骑 我坐骑 黄彪 我刚才已经跟他好好聊过了 在追最后那两匹马的时候 我的黄彪感觉就已经 就是已经坚持不住了 那最后还是 关键现在你完成任务之后 这个黄彪的鼻息还很匀 就是说基本上你速度掌握的还可以的 可以 他保存的体力 因为他的鼻息相对来讲虽然呼吸很大 现在呼吸确实很大的 当然目前的心跳应该在90到100左右 可以 所以我觉得我们用这次放牧 作为我们这次乌兰不同的结尾 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真的特别感动 我刚刚真的这次体验到了 真的这辈子完全没有体验过的经历 无论是露营也好 还是这个赶马也好 真的让我体验到了 就是明明乌兰不同 离北京也就五六个小时的车程 但完全让我体验到了完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我住在草原上呼吸大自然 跟大自然共鸣 然后在这今天骑着马赶马 包括中间有一段都不是我想跑 是黄标他不由自主 就不跑他在那里跑那个蹄子 他就发挥了那种热血的本性 想要奔跑 想要去释放自己身体里澎湃的能量的那种感觉 真的 我感觉真的给我非常多的感动 其有此理 活动 好 路标太低了 哈哈哈 太冷了 好 哇 路标太低了 好 拜拜黄彪 起到这里 沃兰部总编结束 下班 活着 拜拜 出发 回家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